瑞莎龍潭腳體操慘遭雙磅襲擊 我今天沒吃過早餐啦 你不要對著這種麻煩燈 滿眼光臨 喂 老師要上課了 比較正經的啦 來自烏克蘭的瑞莎 雖然已嫁作台灣好媳婦 還是難忘再加上當體操國手的日子 現在她把熱情投注在龍潭雙龍 運隊體操隊 快點啦 一有free的時間 就立刻會來自點啦 這些都值得 連我老公說 我下課回家 他說你真的會發光啦 就是他們做好 我會很開心去抱抱抱抱 就是這樣子 但如果做不好我就 他喜歡老師來提早妳的嗎 很喜歡 我很期待有三上課的嗎 還好是不是 好 那覺得老師很漂亮的提早 但瑞莎不止水噹噹 過去戰績也超輝煌 哇 在烏克蘭之前 三歲就開始選 然後那時候六歲就變成全國第一 然後這樣子 每年都是全國第一年的選手 然後我也是烏克蘭隊的選手 從六歲到十五歲 然後沒有再繼續 因為我那時候膝蓋已經受傷 到醫生說 哭不了 除非我每天打疹打子痛藥 我那時候覺得沒關系 我未來還是可以幫助 其他的選手 他們就是台灣隊 然後我們也有台灣冠軍啊 是這一次的偶運 但可能下次的偶運 真的很有機會 他們是很棒的 希望有多多外面的鼓勵和支持 因為他們連衣服都要自己買 不過瑞莎久沒挑體操 難免生疏 因為太久沒有拿手具 然後那時候 這裡有幫誰練壞 然後那時候 然後我給點面積結 然後我各天也要拍照 各天也要工作 是不是嚇死我了 娛樂動新聞趕快吃碗豬腳麵線 壓壓驚 報導